碧莹与张达峰事件已经算是过去了一阵子,但最新的消息传来,张达峰和红心夫妻早就已经带来了这一件事情,而且夫妻两人依旧还是恩爱如初,不同的是经纪人碧莹已经是离开了张达峰,而这背后的操作人正是红心,对于这样子的决定,大家都表示是应该的,对红心的做法很赞成。 但大方面的碧莹却是没有消息,离开了张达峰的她首先做的第一件事,是把自己的媒体个人签名给改了,说是浪气天涯,四海为佳,自是对她的打击很大。 这一点也是看得出来的,现在的她不仅仅是背负着小三的骂名,而且可能真正的就此离开经纪人的圈子。 最新的媒体消息传来,碧莹并没有真正的接受现状,一次她开小号在某个名媒体上吐槽了自己的内心想法,并且举名为静静看着你和她,显然这是站在了一个比较尴尬的角度写给自己的知心爱人的。 而且其内容也是比较露骨,让人感觉到她真的爱张达峰挺身的,想好内容,好几天没有上班了,可以说是吃不下,睡不着,只想喝酒,一直喝一直喝,自己有一肚子的话,想说但是却不能说。 还是那个敢爱敢恨我的吗?是我活该吧?谁叫我爱上了有父之父吗? 并且碧莹表示自己真的等不下去了,天青看着她和很好的老婆,在我面前秀恩爱,看着他们上甜蜜的新闻,其心协力一致对外,我心如刀割,比杀了我还难受。 从上面的心事看得出碧莹已经陷入很深了,而且趁空心是一个很老的女人,一句上各种新闻,可以猜到此人就正是碧莹了。 有网友发文表示此文是在凌晨的两点左右发出来的,看得出写文的时候碧莹是喝了不少的酒,也算是酒后吐真言。 并且碧莹还写了,我爱了她三年,也委屈了自己三年,我可以什么都不要,只要你爱我。 喜欢了一个人三年还是没有等到她,而且这个人还是可以上新闻的人物,娶了一个老婆比较大,从碧莹参加工作到张丹丰的身边。 时间一刚好是三年,最重要的一点是文中提到,以前是一个老女人盯着她,现在是全国人民都在盯着她。 不用说了,写此文的人正是碧莹,不知道大家对于碧莹这样子的结局是表示出同情还是怎么看。 看得出她仍旧还是对张丹丰没有死心,并没有对其真正的放手。 知道自己有错但仍旧为了爱不放手,藕断丝连的感觉估计就是这样子吧。 但不管怎么样,希望她正是自己的生活与错误。 不要再打扰到红心一家人的幸福生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